在這個地方如果看到環霸選手他們在這邊標速 下午的比賽一定很精彩 沒錯這次我們也要抽出我們去看關這個環霸賽事的這個小小正點 我們人現在來到了會場 剛剛繞了一大圈因為到處都是管制 這是比賽賽道 然後我們人到了Suntech的這個LED大牆 待會前面應該就是我們要進行早餐CEO ride 的入口了 但今天比賽好像不能錄啦 所以我也不確定等一下還可不可以有畫面 那我就盡量如果可以拍多拍一點畫面給大家看 一個小時後我們就要再來正式比賽 所以算是我們的暖身騎乘 我們等一下騎完就可以討論一下策略 你是說簽名的策略吧 對 我們等一下的重點是要在 騎完車這個早餐約期之後 要見面最大咖的 也就是他在Pocaccia 一定要簽到 UAE特特跟英尼特特都會來 所以我們目標就是要拿到他們的簽名 好不好回去不洗澡 全副武裝了都沒有在這 待會先是下去 熱身是嗎 熱身兩圈 對 熱身兩圈 OK 我們進來 Breakfast ride 的會場 看一下這邊 它的膠管 管得非常徹底耶 這邊全部都是一排一排要排好 不太能就是讓觀眾進入的 而且有各國的單車望紅都一起出現 嗨 前面還有Singapore 然後泰國 馬來西亞 超多人 待會我們就即將出發 拱門 前面還有前導車 出發了 Go 小心小心小心 Watch out 出發六分鐘 出發六分鐘 YES 出發出發 好喔 我們要開始制定戰略 我們先那個熟悉地形 第一圈先練習 好 三立品展示 要了好多簽名 重點是我們今天看到了各車隊的賽前展示 然後聽得出來 就是各隊的粉絲數量 就是無用之以的還是Pokaccia 是最多人喊尖叫的 真的是非常強 但還有一隊是Legend隊 我覺得這隊也非常厲害 裡面有Sagang 然後Chris Froome 然後還有 還有 Kevendish 然後還有 Ciccone 就是爬山的登山王 那他們這隊表現應該蠻值得期待 因為畢竟四個人是完全不同取向的選手 不知道他們明天表現如何 還有今天也看到了Philipson 然後也看到了La Faye 哇 那個賽前的選手介紹 真的是名單非常精彩 這個地方是待會我們TTT的比賽路線 那現在先是早上的Blackfoot Ride 然後先來一個練習約期 算是比較輕鬆性質的 那前面衝很快 我們馬上就已經被拉開了 真的 哇 對面就是待會的終點 300公尺 哇 衝線的直線 前面又要來個左彎 其實它的彎我覺得都還OK耶 剛剛那個蠻紫彎的 哇 這比賽路線其實 真的是在城市裡到處穿梭 因為 它的路線幾乎都是這種 直線 彎道 轉彎在加速 那等一下因為比賽過程不能帶相機啦 所以 只能現在透過前導的方式來 帶給大家一些賽道的導覽 那等一下實際的狀況呢 我們再看能拍多少是多少啦 就回到我們剛剛的那個準備進入飯店的那個小區域 準備進入比賽會場的小區域 前面右轉就是我們剛剛的Suntac City 進入第二圈行程 進入第二圈行程 技巧跟走線 還有變速都真的是非常厲害 左轉我們要進入最後的直線 左轉後這是150公尺 哇 哇 大家真的是 進入100公尺都給我大力踩耶 腳都沒有在放鬆的 結束 抵達終點了 YES 沒錯 我們這次可以來這邊看環化呢 最重要的是要感謝Linda 還有Lancer Club的邀請 讓我們有機會跟他們一起代表台灣 來參加這場盛事 那最重要的是除了Linda 跟Lancer Club之外呢 我們還有一個重要的合作夥伴 也就是跟Pokaccia一樣的 WAHOO 他們最新推出的WAHOO KICKER MOVE 這台智慧型宣熱台 希望我們好好跟大家介紹一下吧 OK 那這次WAHOO KICKER MOVE 最大的更動呢 就是它新增的這個 這個按鈕可神奇的 按下去之後 你就可以前後 跟小幅度的左右晃動 那這樣直橫雙圍的作動呢 就可以讓你騎乘感受上 更加貼近真實在外面騎乘的這種路感 那像台灣可能沒有這樣的感覺 但像歐美國家 有些地方呢 它可能冬天完全在下雪 根本沒辦法騎車 有這樣的功能呢 就可以讓它在整個冬天 訓練上不會這麼乏味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超級大的改動 真的騎乘起來 我剛才抽車的感受上超真實 那這次的這個KICKER MOVE 還有最新的兩個功能 那第一個呢就是Race Mode 在這個競速模式的底下呢 它會更新它的傳輸速度 就可以讓你在實際啊 在線上跟其他車友在騎這種 線上騎乘的對決的時候 傳輸速度踩多少 馬上反映出來多少 不然以往啊 在前幾年有很流行像這樣的線上競賽 但常常可能因為你的設備不足 可能會有點Delay 你明明就已經很用力踩了 結果你的人 欸 還沒有出去 這個時候可能就會錯失你攻擊的好機會 就是打電動PIM不足嘛 你知道嗎 所以這個也是電競模式的一大更新啊 欸 欸 有沒有看起來很輕鬆 沒錯 這次的KICKER MOVE 還搭載了一個全新的功能 叫ERG的智能回歸 通常我們在剛開始踩的時候 你可能會因為刻表現在的阻力很高 第一步是非常難踩下去的 但這次的KICKER MOVE 特別設計了這種階梯式的智能回歸 所以在剛開始的幾步你會踩得很輕鬆 再慢慢回到你原本的預設目標範圍 所以我現在踩得有點重 因為刻表現在其實阻力蠻高的 但這個功能用過就知道真的回不去了 以前那種第一步這樣 真的很辛苦 OK 如果大家對於這台網戶KICKER MOVE有興趣 也歡迎訂閱下方資訊完結 他們最近在很多車店也有提供試乘喔 OK 我們回到新加坡現場 我們現在人在起終點的這邊 他們現在是四個人輪流出發 然後是四個人的TTT 也就是四個人一起到終點才結束 速即時 那不太確定他們現在到底是要逃幾圈 因為現在好像是熱身階段 還不是真正的比賽時段 那剛剛已經陸續看到騎隊都出去熱身了 而且速度非常快 非常期待等一下 他們應該是四點多 就是正式比賽的開始 哇 看到環法旋轉在現場標速 很可怕那個速度快到相機追不到耶 看到他們那個熱身的流程 而且我們剛剛還帶大家去看了一下他們的休息區 也可以看到他們在等待比賽的期間 可以看到他們在休息區準備的時候 會有可能幫他刪風 而且很多的飲料或什麼 但必須老實講 新加坡真的很熱 所以對選擇來講可能比較辛苦一點 好 我們去看比賽 等一下帶大家去直擊一下 他們的休息區長怎樣 OK 我們現在帶大家去看一下環法選手的後台 也就是他們休息區到底都長什麼樣 但這邊其實保護得非常嚴格啦 就是這邊封起來是選手等一下會從裡面通過的地方 然後可以看到這一區 全部就是選手的休息區都在裡面 超大一區都是的 但因為進不去啦 所以我們往前一點 帶大家看一下這邊長什麼樣子 我現在人在巴林勝利車隊的休息區 他們人現在都在這邊休息當中 現在他們是各隊出發輪流去熱身計時賽 然後巴林勝利車隊已經是熱身完成了 待會還有看到前面有Flitton 然後還有聯合Legend車隊 可以看到Yuki他們就在這裡 哇 美麗喔 剛剛看了大家進場 真的是重心雲集啊 沒辦法 心跳直接爆噴200 話都講不清楚了 現在應該是他們的輕鬆繞行一圈的時間 加油加油加油 好近喔 好近喔 剛剛已經經過兩圈了 欸 在這個海岸第一線 你看一下我們這裡 超級近的狀態 會不小心就是風壓太大 Zone過去 而且連續兩圈 他們的時速 我覺得應該都超過40到50吧 超快 我們在這個低排看到風景真的是很讚 他們總共聽說是要繞行20圈 有60公里 哇 精彩了 我們這邊可以看60公里的賽程 代表我們要站一小時 沒錯沒錯 OK 我們到機場了 這一次的新加坡之旅真的是 哇 印象深刻 因為從頭到尾見了非常非常多 我自己心目中就是很high level 就是最高級別的那些單車明星 竟然都來到了新加坡 而且他在過程中 也跟我們有很多互動的機會 甚至要到了很多簽名 然後也很近距離觀賞他們 在競賽的那種過程 真的是非常過癮 非常感謝這一次就是邀請我們來的 新加坡環化賽的這個主辦單位 那我覺得這個活動啊 其實真的蠻值得 來就是追星的 因為其實他有很多機會 可以跟選手近距離接觸 然後也有很多 我覺得是平常可能你去追環化比賽 不一定有的這種機會 因為你想環化比賽 他可能是一天要騎兩三百公里 然後你在面前看到選手 經過你可能就是有三秒到五秒的時間 但是你在這個地方 是可以繞圈看他們20次 哇 那個過程體驗真的很棒 那以上就是我們這一次來新加坡 然後追星的這個過程 雖然這支影片看起來很亂 因為前一天我們也有去約騎 然後有跟當地的車隊做一些交流 甚至有些國外的KOL有很多的互動 那最重要的當然就是我們追星的過程 當然過程中因為 畢竟他們是PROCH的時候 有時候可能也會有一些 想休息啊或什麼 然後沒有這麼準時出席活動 但我覺得最後最後 大家還是都有跟自己想要拍到的明星拍照 然後甚至這一次我也 因為這次的關係 然後跟美麗達也是他們佔助的803A車隊 有非常多互動 甚至Yuki也來追蹤我的IG 哇 我被新陳信也追蹤了 你可以相信嗎 好啦 我是你的家人之外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就下一支影片見啦 掰掰 OK 影片看到這邊的你們有福了 沒錯 這次我們一定要抽出我們去看官 這個環法賽事的這個小小贈品 也就是加油的牛鱗 這邊太吵了不能用 但大家只要在下面留言關鍵字 就是我們在這次影片中 介紹的訓練台是哪一台 把名稱寫出來 我們就可以從中抽出一位送給大家喔 要寫品牌喔 完整名稱 肚子豪 你看這是誰 哎呀 好 謝謝